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回顧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現在柯文哲任內三大案 也讓柯文哲火燒屁股 尤其是調查小組繼續來追 金華城的土地容積率的變更案 有392%增加到了840% 那麼這一整個清華城的案子 到底是不是柯文哲清籤的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一次 專案小組的成員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就說 現在這一整個有兩大問題 包含清籤核定 百分之二十的容積獎勵 還有清籤金華城公展 罪證確鑿 圖利證據明顯 直接放送了二到三百億的容積獎勵 這根本是雙手吃生肉 以及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簡宣培也直接說 彭震生 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彭震生不滿背黑鍋 對於柯文哲跟議員的便當會 提到金華城的容積爭取 彭震生做專案經理 他認為是被柯文哲陷於不義 決定彭震生要親自出面說明 所以現在整個專案小組 決定在八月二十號 加開會議要來訪談彭震生 那麼至於呢 到底是不是柯文哲清籤的 彭震生今天跳出來說呢 簡書培有跟他通過電話 但是內容被加油添觸 他的原話是說呢 調查小組實話實說就好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且呢也沒有提過柯文哲自己簽了金華城案 當時都發局準用都跟容積獎勵的時候 他說呢那個是最高行政首長的行政裁糧權跟柯文哲自己簽差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行政裁糧權跟清籤是不是能夠畫上等號呢 現在這個部分 彭震生是跳出來反駁簡書培 那麼簡書培也說呢 會請彭震生說明到底是哪邊加油添觸 所以等於說這個前任的副市長跟現在的民進黨的議員相互互槓了 那包含尤書會今天稍早的時候也特別的提到 也是沒有講到清籤這件事情 所以不曉得這些話到底是從哪邊聽來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我們要來看到有關於這個陸委會的民調 針對民眾黨的支持度的部分 現在呢只有百分之六點一 所以這個部分民眾黨的前幕僚 吳靜怡他怎麼看 他說呢民眾黨的頹勢恐怕不是護膚大使 陳佩琪一時能夠擔起的 高洪安涉灘案給柯文哲團隊最大的警示是 認錯緩刑才是上策 期待有人願意成為吹哨者 讓自稱圖利的柯文哲趕快被調查 所以包含了這個高洪安的案子 以及相關的對於兩岸之間的態度 恐怕也是讓這個民眾黨的支持度 跌到百分之六點一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說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被爆料 其實有後悔藍白河破局 陳佩琪就說柯文哲後悔藍白河破局 他說後悔這兩個字有點太強烈 但是遺憾絕對是有的 柯文哲說有一段時間 民調已經爬升到第二名 偶爾會到第一名 那時候不該去談藍白河 如果去談了 柯粉跟小草們會難過 結果就是掉頭離去 所以陳佩琪現在也在看過去 曾經是第二名或第一名的民調 所以過去的民調陳佩琪忘不了 然後現在在談藍白河 看起來陳佩琪也是不會說是後悔 還是遺憾的這個部分 大家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說法嗎 同時我們也來看一下聯合新聞 他們特別提到柯文哲現在三個案子成生 那麼賴清德速灘的爐火 會放過柯文哲嗎 後悔藍白河錯過了早知道 因此現在陷入了困境 柯文哲最終還是得要想想 藍白河以及臺灣的未來 所以要怎麼樣對抗賴清德 這樣的一個非常大的國家機器 恐怕也是柯文哲 還有國民黨這邊 現在必須要一起來思考的事情 而其實談到速灘 不只柯文哲現在被捲入其中 那包含過去的這個鄭文燦 現在已經被收押了 所以桃園市議員林濤 在2022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就指控鄭文燦縱容郭哲明炒地集團 獲取暴力 被提告違反選霸法 以及妨礙名譽等等 獲得了不起訴的處分 但是鄭文燦申請在意 案件被發回重新偵查 林濤在昨天出面受訪 呼籲鄭文燦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 鄭文燦自己在看守所裡面 告我三次通通不起訴 不起訴之後 還不甘願 還要繼續浪費司法資源上訴 再發回重審 簡直是令人瞠目結舌 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幾次 像我昨天這個得到的 另外一個最新的不起訴書 是來自燦友友的趙正宇 鄭文燦告我三次不起訴 他上訴發回重審 趙正宇告我 昨天我收到了不起訴書 他的子弟兵張兆良自己涉入 官說違建現在被羈押 這全部就是燦系的墮落 經不起檢驗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鄭文燦 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委任律師 見面的時候 假設你有提起此事 告訴他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零件